8.8水灾重创南台湾数以百计的灾民无家可归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8月8号晚上 身为救灾行政团队之一的行政院秘书长薛湘川 人正在台北福华饭店吃大餐 因为那天是父亲节 我8月8号当天自己开车去行政院办公 5.6点才回去 解释完还刻意拖着长音不说了一句拜托 薛湘川17号晚间call in论论节目 面对外界批评心中的不满 不只全表露无疑还众号反击 他必须道歉 因为这样子的父亲节你去外面吃个饭还过分吗 我们第二天马上搭最早的车哦 最早的高铁哦 最早的高铁几点 8点多 为什么呢 因为全面的交通都乱了 强调灾后第二天就搭着高铁前往灾区 但实际上当名嘴问到当时的灾情 薛湘川却疑问三不知 而或许是外界的批判声浪实在太大 当我们前往台北浮华饭店 试图还原8月8号当晚的情形 饭店业者急忙否认 8月8号那一瓶薛湘川新枝有来过吗 没有 他没有来这里 没有 据了解台北浮华饭店在父亲节当天推出的套餐规格相当高档 包含菊花海鲜翅 盐酥大鲜虾 香草嫩芋排 以及葱烧乌生等菜色在内 一桌共有十道菜 价钱从8888到13888元不等 如此舒适的用餐环境 对比灾民在8月8号当天晚上无家可归 餐餐只能吃泡面的画面 也难怪外界会批评 这样的秘书长真的有够冷血 三立新闻终于报道 没有去剪头发也没有去吃大餐 最近几天都坐镇在防灾应变中心 指挥调度的消防署长黄继敏 疑似因为压力太大加上睡眠不足 18号的中午他突然昏倒 被紧急送医观察 马总统晚间前往医院探视 结果遭到民众的呛吓 连对的压力让消防署长忙昏了头 总统马英九得知后立即赶到医院 却遇到民众的呛吓 接二连散的抗议声让总统从耳不闻 因为他一心就是要探视昏倒的署长黄继敏 没关系啦那边这个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最后阶段我们都休息了 都保重千万不要勉强 一见到总统来探视 向来坚强的署长也不禁流下了男儿泪 因为临日压力真的让他累坏了 因此在十八号中午时分当他向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报告时 突然昏倒被警惕送医 几乎每天睡不到两小时 非常长期的生活不足假 这样的压力让我们这十年人 你觉得是正常的承受不齐 紧绷的压力无法宣泄 身体的疲倦更无法恢复 让以消防署为家的黄继敏突然倒下 处理消防下下都相当忧心 面对灾后后续该如何处理 恐怕还需要大长官继续做正指挥 三连新闻 最后报道